好 新聞頭條 我們先來看到賴清德總統 他在520就職演說的時候 提到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引發北京的不滿 時代雜誌在13號刊出了賴清德的專訪 那賴清德他再就互不隸屬的論述來表述 他說他講的是事實 而且這個事實他不是第一個講的 他說他完全沒有挑釁的意思 那他也說了蔡英文跟馬英九 這兩位前總統也都說過了這個立場 好 不過在大陸涉台學者看來 他認為說賴清德如果在這次的訪談 事情有好好準備的話 並且對大陸釋出善意 那麼兩岸的狀況可能就還會有轉圜的餘地 但是賴清德又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機會 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兩岸觀光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凍 大陸福州駙馬族裁線團 也因為我方的禁團令宣布他們要延後 那昨天有立委對此詢問的交通部長李孟燕 他就強調說我方仍然是抱持歡迎的態度 希望可以出現轉機 那觀光署也表示說 彩線不需要重新申請 但是李孟燕他也說到了 對六月前已經規劃好的旅行團 會給予彈性不會去嚴查 那另外大陸招收錄大學招收錄生呢 也是因為兩岸的關係陷入僵局 讓教育部直言說明年招生 目前看起來還是有挑戰